吉隆坡一名47岁的华裔妇女 私自利用儿子的身份证和营业执照 向大尔龙借钱 在儿子替她偿还3500令吉的债务之后 依然不知悔改 陆续欠下多笔债务 连累儿子和家人遭到大尔龙的电话骚扰及恐吓 大尔龙还在社交媒体上散播抹黑言论 逼迫世主还债 导致一家人成日担惊受怕 未免夜长梦多 儿子决定快刀斩乱麻 忍痛和母亲断绝关系 然后当他们发去那些吹水扇网红什么之类 然后看到我的照片 就很多人打电话给我 怎么你会欠钱 然后我就叫他 我就联系那个人说 钱我帮你花 就我只可以给到你3500块 然后可以settle没有 他说可以settle 然后就delete了 然后我就发钱给他了 如果他有在欠债的话 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跟他已经是脱离母子关系 我也不会去见他 他也不违反我 所以我希望那些阿龙不要再来找我了 本身是一名烧腊饭小贩的市主 今天在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公共投税局主任 尤家豪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真母亲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用他的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向大龙借钱 导致他名声受损 市主补充 除了欠下大龙债务 母亲更以做生意为由 欠下货品供应商多笔款项 今年三月至今累计的金额已经达到大约一万令吉 让收入本就不多的他不堪重负 尤家豪也促请大龙 冤有头债有主 不要骚扰无辜的家人 请字幕继继继续